知名乐团告舞人 来世汹汹参战 演唱当红歌曲《唯一》 并分享当初创作这首歌的心路历程 这首歌从落笔到完成 花多长时间 我花了五个月 因为在音乐里面 用简单旋律来诉说 其实不容易 其实我自己想了很久 到底该写 怎么样的一个撕心裂肺 可是它又很纠结 很扭捏的感情 然后去呈现 你不是我的唯一这件事情 大张伟更大胆提出 要把古典乐和流行乐做结合 全部人换上典雅服装 超澎湃情绪的演出 让人以为大张伟要跳下台 跟观众玩人体冲浪 我以为大张伟老师会跳下舞台 然后冲浪 人体冲浪 他肯定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但是我们这边的 都是女孩子为主 他怕拖不住她 别 他们都坐着没甲呢 直接在后边直接抓我 任险琪与苏慧伦时隔27年 首次合体演唱 不论是演唱气氛还是舞蹈 都让人坐上时光机回到以前 就连阿令都说 他们跟以前长得一模一样 带自己回到了少女时代 我真的是回到了我的少女时代 我每一次去KTV 要一直派对派对 而且为什么你们两个都没有变 都跟我在KTV里面看的一模一样 真的吗 有阿令跟任贤琪领导的团队 都拿出超强实力应战 有古典乐融合流行乐 还有带观众坐时光机的 怀旧老歌重现 更多精彩内容 就在本周日晚上八点 中天综合台 我们的歌第五季 记者李承远林佳妮台北报导